我们这一节课来讲一些西罗定理的一些应用 我们具体会对一些有限群来证明一些有限群的一些 对某些特定的接的有限群的一些性质 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西罗定理的具体的命题 那西罗定理说什么呢 它是说如果G是一个有限群 并且G的接是等于Pα乘以M P是一个质数 α是大于等于1 并且P不整除M 也就是说G的接里面的所有的P的因子 都已经包含在Pα这里了 P的α次方这里了 那么我们有三个结果 第一 G有西罗P子群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子群 P在G里面 并且P的接是等于P的α次方 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子群 第二 觉得所有 西罗P子群 都共吻 并且 所有的 P子群 都是西罗P子群 都是西罗P子群的子群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个子群 G的子群 它的 它的 G是P的 密的话 那么它肯定包含在 某一个西罗P子群里面 第三 如果我们 G G里面的西罗P子群的 各数为NP 那么我们有 NP 除以P 总是跟E 同于 并且 NP 是总除M的 好 我们现在用着 用着西罗定理 来 首先来证明一些 简单的性质 我们现在用 定理一 所有的 西罗P子群 都同购 证明 为什么我们说 所有的西罗P子群 都同购呢 我们知道 根据西罗定理 所有的西罗P子群 都共恶 而且我们知道 共恶 字群 我们可以推出 共恶子群 都同购 为什么 因为共恶 本身就是一个 自同购 我们前面说过 共恶式 是G上 G从G 从G到他自己 本身的一个 自同购 所以自同购 会把子群 映射到 同购子群上 如果同学 想写出详细的细节 可以作为练习 留给大家 写一下这个 这个定理的 证明了什么 详细细节 那么定理 我们下一个定理 G的一个 C罗P子群 是正规子群 当前仅当 NP等于1 再一次我们知道 因为所有C罗P子群 都共恶 所以当我们只有 一个 只有一个 C罗P子群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他的共恶子群 只有他自己一个 那么他就是正规子群 反过来 如果他是正规子群 那么他所有共恶 只有一个 所以NP等于1 这个证明很简单 这不再做详细的 写出 好 现在我们来证明一个 我们首先第一个 对于 某些特定阶的群的一些 要观察 如果 如果 一个群 G 是等于 两个质数的成绩 的话 PQ都质数 并且不是一般性的 我们假设P小于Q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质数 它是两个不同的质数 并且一个小于另一个 那么 对大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质数 它的西螺子群 西螺Q子群 在这个 在这个题目里面 Q是比较大 西螺Q子群 Q 是G的一个正规子群 我们进行证明 我们知道 NQ 首先要跟 除以Q 除以Q 要跟E同余 也就是说 NQ 是等于 KQ 加1 对某一个 整数K 等于正整数K KQ加1 某一个非零整数 非负整数K KQ加1 因为我们有这个 要观察 那么另外 我们知道 NQ 是整除P的 在对Q来说 P就是 我们前面的假设的M 是NQ整除P 但是 我们知道 因为P 是我们假设 P是小于Q的 所以 整除P的 要么是E 要么是P 但不可能为P 因为Q 因为NQ 是 如果 如果K不为零的话 NQ应该比Q大 所以 这迫使 K 必须为零 不然的话 这个NQ比Q大 是不可能整除P的 我就推出 NQ 是等于1 那么NQ等于1的话 它的C乎Q子群 Q就是一个正规子群 给你全面的定理 好 在我们上面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说 我们上面的定理里面 我们说到 如果G是 两个质数 PQ P小于Q 两个质数的 它解释两个质数的成绩的话 那么 它的C乎Q子群 是G的一个 是G的一个 一个正规子群 所以我们可以有 以下的一个 合成列 在Q 在G里面 我们取这两边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一个合成因子 那么我们 很容易可以找出 G除以Q 它的J应该是等于 G的J除以Q的J 因为Q是 C乎Q子群 所以Q的J是Q 那么也就是说 所以PQ除以Q 所以是P 所以 P是个质数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 同过于 是一个PJ循环群 它是一个PJ循环群 同样的 我们刚才在这边 我们知道这个合成因子 就是Q 叫Q 它的J就是Q 所以它是一个Q界循环群 这就证明了 这个 J为PQ这样子的 有限群 它必然是一个 可解群 根据我们前面 对可解群的 一个定理证明 如果合成 合成列的 合成因子 都是 质数阶的 循环群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 可解群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定理 这下面这个定理 将会是一个特例 但是这个特例 会引出 我们后面一个 比较 一般性的 命题 我们看一个 阶为12的群 如果 群G的阶 是12的话 那么要么 G有一个 三阶的循环 正规子群 要么 G是 同购于 A4 四次交错群 我们前面说过 在 N次 N次 这个 N次对称群里面 我们有 可以定义 一个指数为2的 正规子群 叫做 N次交换群 那么 对于四个 四个元素的那些 置换 在 四个元素 集合上面的置换 里面 我们抽出 所有的 O置换 那么它就得到一个 A4 这样一个群 那么 所有的 那么 在一次 G 如果它接12的话 要么它里面 有一个 正规子群 这个正规子群 三阶的 快看 12 4等于3乘4 所以三阶 这个正规子群 这个C罗 三子群 另外 要么G 就等于 通过于 这个 四次的交换群 交错群 我们证明一下 假设前面的 不成立 假设 N三不等于1 N三等于1 受 那么它 C罗三子群 就是一个 三阶的 循环正规子群 那么 因为 12是等于3 乘以4 也就是2的平方 所以 根据C罗定理 我们知道 N三 首先要跟 除以3 要跟1 同于 然后N三 要能整 要能整除4 我们 就知道 N三不等于1 结合这几个条件 我们可以推出 N三 必须等于4 也就是说 G里面有 4个 三阶 循环子群 因为这些 C罗三子群 必须是三阶的 所以 G里面有4个 三阶 循环子群 那么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三阶 这4个三阶 循环子群 因为它能循环的 我们把它介入P1 P2 P3 P4的话 那么他们 两两相交 只能相交于 横等元素 因为 一个三阶 循环子群 里面 所有的非横等元素 都能生成 整一个三阶子群 所以 如果他们俩 相交于 大于横等元素 的交集的话 那么 那一个非横等元素 在交集里面 就能生成 他们两个 都能生成 他们两个群 那么就证明 他们两个群相等 那么既然我们 要求他们是 四个不同的 三阶子群 所以他们就必须 两两相交于 横等元素 那么另外 那么另外 我们观察 那么另外我们观察 每一个 Pi的 正规画子 那么正规画子 正规画子 在G里面的 指数 是多少呢 看 正规画子 在G里面的指数 应该等于 他们这个 他们的这个 共二的轨道 上面有多少个元素 所以等于四 根据 G在 它密集上的 共二作用 得到了这一个 结果 所以当 它的指数为四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推出 NG Pi 是等于 G除以四 G的G除以四 12除以四 G三 你说每一个 正规画子 都是三阶的 那么同时 我们知道 Pi 总是 它正规画子的 一个正规子群 这是一个三阶子群 这是一个三阶子群 也是推出 每一个NG Pi 都是等于 Pi的 好 那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之后 这里 对不起 这里 应该是有一个 是这个群的接数 那么得到这样一个 一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看另外一个 我们把 这四个 把四个共二子群 出在一个 一个G的S里面 我们考虑 G 在下面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 其实就是等于 把这四个子群 互相做 互相置换 我们考虑了 共和作用 那么就把这四个子群 相互置换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 从G 我们得到一个从G 到 这个四次对称群的一个 一个群同态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 这个群同态是怎么得到了 作为练习 我们得到一个 我们得到一个G 进去 这个四次 让我们找一下 我们根据群同过的第一定理 我们知道 G 除以 F的核 是同构于 这个FG的像 这个是 这个四次对称群的一个子群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核 F的核 是说 所有 把每一个下标都保 都保持不变的 那么 那个G的元素 所组成了集合 那要把 每一个下标都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出 G里面的所有的 把 在 把 每一个PI 供了之后 都得回原来PI 那些元素 也就是说 我们要取 要取四个PI的 正规化子的交集 那我们前面说过 每一个PI的正规化子 就是PI 所以等于 要取 四个PI的 交集 在我们前面说过 它们两两三交于 横等元素1 所以这个核 是等于1 是等于 这个平凡子群 所以这里 就说明了 G 是同购于 S的一个子群的 推出 G 是同购于 S的一个子群 我们看 我们因为知道 G跟 S的这个子群 是同购 这是他们说 一模一样 我们知道 这个S里面 所以在这个子群里面 也必须有四个 三阶循环子群 我们给一个练习 带回去 找找 S里面 也的确只有四个三阶循环子群 并且 它们是被 如下的元素生成了 123 轮换 124 轮换 234 轮换 134 轮换 这四个 三阶轮换 各自生成一个 在S里面的 三阶循环子群 并且很容易地发现 这四个轮换 都是偶符号的 偶积换 偶致换 所以就说 所以这四个 轮换所生成的 四个三阶循环子群 都在 子群A4里面 A4就是所有 偶致换所 偶致换所在的 那个 交错群 那么从这 我们可以推出 FG 与A4 有一个 至少 9元素的 交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俩 交于 这四个 三阶循环子群 那么四个三阶 循环子群 里面有多少个元素呢 可能有一个 红等元素 另外除去 红等元素之外 他们是两两 互不相交 两两相交于 只是红等元素 所以 所有非红等元素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有两个 这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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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 乘以二 是八个 再加一个 红等元素 所以 FG与A4 有一个至少 九元素的交集 比如说 我们看 FG交A4 这样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FG是G的 一个像 所以它是一个子群 A4是一个子群 所以这样 一个交集 也是一个子群 并且它是 A4的一个子群 但另一方面 这边 我们知道 它是至少 有九个元素 A4有十二个元素 我们根据 拉个朗日定理 我们知道 子群的 的元素 个数 必须整除 整个群的元素 个数 所以大于等于 九 整除十二的 只有十二一个 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知道 FG与A4的交集 是等于十二 但我们同时知道 A4也是十二个元素 FG也是十二个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 FG跟A4 是相等的 两个集合 所以他们的交集 就是他们本身 都是十二个元素 那么从这 我们就可以推出 G 是同购于A4 这样一个结论 好 我们前面证明一个 十二阶的群的一个结论 有什么用呢 我们下面来证明 我们这节课 最后的一个 一个定理 关于有限群的 结构的定理 如果 G的接 是等于 P平方 乘以Q PQ都是质数 不同的质数 的话 那么 G一定有 正规 西螺子群 有可能是P子群 有可能是Q子群 但一定有一个 正规的西螺子群 证明 那么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P大于Q P跟P小于Q 这样的情况 如果 P是大于Q的话 再想想 如果P大于Q的话 那么我们看 NP 是等于 E加上 KP 因为 西螺P子群的 个数是 除以P 是跟E同于的 所以NP 等于加上KP 但同时 NP 必须整出Q 那么 如果K 是大于0的话 那么这个NP 就大于P 大于P 也就大于Q 大于Q的数字 不可能整出Q 所以就推出 K B等于0 NP B等于1 也就是说 这个西螺P子群 是一个正规子群 好 这个是简单的情况 上上看 P小于Q的情况 那P小于Q的情况 同理 我们有 NQ 是等于 E加上TQ NQ Q 西螺Q子群的 个数 是跟 除以Q 是跟E同于的 但另外一方面 NQ 必须整出 P平方 西螺 这里的另外 第三个部分 告诉我们 NQ 必须整出 P平方 我们看 如果 T是 大于 等于 1的话 如果T 如果 一个T为0 那么NQ 只有一个 就已经是 西螺子群了 那么如果 T是大于 等于1的话 那么 我们看 这个NQ 就必须是 大于Q 那我们 假设 Q是大于P 所以是大于P 那么 这个迫使 NQ 除以 能够整出 P平方 迫使 NQ 必须是 等于 P平方 因为P平方的 因素 只有1P 跟P平方 所以它 必须是P平方 那么下面 我们用这个 代入前面 然后进行一个 一个移项 那我们知道 P平方 等于 1加上 TQ 也就是说 P平方 减1 是等于TQ的 我们对这个 进行 这因素分解 我们得到 P加1 进行 因素分解 我们得到P加1 P减1 等于TQ 那看一下 这一个 Q 是一个 质数 质数 所以 必须整除 进去 其中一个因子 但另外 我们知道 Q是大于P的 所以Q 不可能 整除P减1 所以Q 只能整除 P加1 Q整除 P加1 但Q 是大于P的 所以推出 Q是等于 P加1 好 我们看 P跟Q 都是质数 两个质数 相差一 当前紧当 它们是2跟3 所以 我们有 P等于2 Q 等于3 那P等于2 Q等于3 Q是多少呢 Q 接是12 那Q的接是12 的时候 我们要 我们根据前面 我们证明过的 一个定理 要么 它有个 三 有个三接的 正规 西螺子群 西螺三子群 要么 它是同购于 一个 正规 西螺 三子群 要么 Q是同购于 A4 那再可以回去 证明一下 A4 有一个 正规的 西螺二子群 一个四接的 西螺二子群 再可以回去 做一件 C 证明一下 这一个 A4 有一个正规的 西螺二子群 所以 推出 我们的命题 是始终成立的 好 这是我们 在这个课程里面 讲的最后一个 定理 那么这个课程到此 就要结束了 谢谢同学们的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